我覺得今天還是主要是以適應場地為主 因為團體賽到今天其實已經有隔了幾天 那還是希望可以下去再感受一下 就是場地的氛圍跟燈光 然後還有一些風向 初戰個人32強賽也順到適應場地 戴資穎第一場個人賽碰上蒙古選手 阿勒坦格列勒 第一局8分鐘就以21比2拿下 第二局又只花了11分鐘 21比2就晉級成功 前一天戴資穎才在個人IG上PO出限時動態 除了向自己喊話加油之外 還寫到剛剛合照的選手說 明天要跟我打他很開心 只是 因為他可能看了那個官網的賽程是12點 然後我們剛才前一場結束的時間 其實應該是11點四季分 對 然後他可能就是大了11點的車 過來這裡要將近11點半 蒙古選手遲到差點被取消資格 不過幸好還是議員和偶像小袋打球的願望 那時候就是大會本來有說 他可能是不能參賽的 因為他來不及 對 我想說他昨天跟我說他很開心 怎麼他竟然沒有來 除了戴資穎之外 女霜也有不少好消息 目前我們兩個調適的狀況就是還不錯 就是基本上我們上了場 把我們兩個東西打出來 應該是還可以 女霜李嘉欣和鄧淳勳 許雅琴和林婉清雙雙上演 快打旋風 直落二擊敗對手 闖進16強 要再力拚更多面獎牌 TVBS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